太军 太军 我们是城外面的奴民哪 我们有急事 您行情好 让我们进去吧 放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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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分头行动 切记 绝不能惊动回头 是 大哥小心 走 怀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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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换班了 一会儿换了班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地喝几杯 对对对 好久没喝了 走 这个地方还真不错啊 是啊 什么人 快 换衣服 好厉害 别闹别闹 好厉害 别闹 谁啊 今天你表现不错 下次来还找你 等我一下 我先喝杯酒 知道我是谁吗 黄明峰 灌醉他们 灌醉 好 好 已经后半夜了 黄明峰他们还没有动静 是不是让我们的中兵封锁给吓住了 世兄 你还不了解黄明峰 他是一个宁可被杀 也不会被吓住 你认为他还会来 他一定会来 也许他现在正在外面清除我们的狙击手 那我们怎么办 没有办法 如果他们不能互相掩护 那他们 只有死 怎么啦 怎么了 他们太想家了 喝醉了 谁不想家 这 这要让山目发现 我们都得死 好嘞 快快快 快 是不是在一趟 这地方呢 真不错 怎么喝成这样呀 你能吃饭 你才有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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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村中所 小种少所 他们怎么了 他们喝多了 快让他们进去 便让山沐看见 要不然咱们都是麻了 好 快进去吧 我去送风电报 马上回来 快 站住 有什么事吗 总司令给将军的电报 给我 可这是 给我 怎么不是一文 师团长命令 为保密我军到达指定位置前 用新密码收发电文 一律不翻译 是这样 可师团长阁下能看懂吗 师团长手里有新的密码本 好 你先下去吧 我会将电报交给师团长阁下 是 你 你已经拿到密码本了 怎么还不走 闭嘴 闭嘴 走 你在这儿等我 帝下 什么事 深木 请问阁下 除了你手里有密码本以外 谁还有 密码本在通讯处的牧村手里 阁下 这才是黄明锋的目标 无论如何 不能让密码本落入她的手里 是 黄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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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来了 杀 黄明峰 你跑不了了 出来投降吧 我以日本武士的名义保证 如果你投降 我决不杀你 我决不杀你 黄明峰 你再不出来 我就把你打成马蜂窝 我数到十 如果你还不出来 我就下令开枪 找地方一臂 替我口令突围 是 好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打 十 五 五 八 五 十 三 走 走 走 追 是 走 在哪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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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宋姑娘 快走 追 追 乖乖 咱们死定了 谁死定了 乌鸦嘴 小苏呢 他还在里面 我去看看去 不用 他懂医用术 应该不会有事 那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怕死是不是 我死了没关系 我是怕如果现在硬闯 万一大哥他 乌鸦嘴 你们俩别瞅了 大哥 日后不早了 任务要紧 我们以后 你冲过去 不行 我不等一个人走 鬼子的密码本在你脑子里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 谁都不能死 快 封锁城墙和每一条街 快 他一定还没有出城 这一次 绝不能放走黄明峰 是 师兄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们该怎么办 大哥 来不及了 我们掩护吧 大侠 大侠 你们快下来呀 我这里可以藏人 快点啊 报告 第十七大队已将城墙全部包围 第十六大队已占据城下各个位置 各部尚未发现敌人 严密监视 有什么动静 立刻报告 是 他们一定还在城内 传我的命令 命令十四十五大队挨家挨户搜索 不许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是 回司令部 是 来 来来来 小植 这是我家修的暗房 可以一直通到山外边 你们快走吧 走 谢谢你啊 老伯 你忘了 那天你跟我说 老人家别叹气 这小鬼子啊 是兔子一巴 长不了 好 你们快走吧 走 快 开门 把门打开 跟上 这边 快跟上 开门 开门 你开门 你开门 而你开门 了 你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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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 你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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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 密码本不在牧村身上 也不在他平时放密码本的箱子里 看样子 黄明峰已经得到了密码本 如果牧村钟左 将密码本交给了黄明峰 那黄明峰一定不会杀他 等等 阁下请看 牧村身上并没有枪伤 说明并不是我们所杀 密码本一定还在这个屋里 阁下请放心 即使密码本真的落在黄明峰手里 他也休想带出城 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困在城里 报告师团长 我们找到了一个地道 黄明峰他们已经从地道逃跑了 什么 我们在地道出口 发现了许多脚印 协助黄明峰逃跑的中国人 我们已经带来了 把他带上来 带上来 走 快 是你把黄明峰放走的 没错 是我放走的 他走的时候啊 还跟我说了 小鬼子 你们是兔子尾巴 扛不了了 我得拉出去 看头是重 带下去 走 快点 我不能地处走 its儿 一路 让我公保不了 不用再找了 我这就去通知总部更改密码本 等等阁下 阁下请看 就是他 看来黄明峰什么也没得到 山沐 干得好 你装我干嘛 小声点 我师兄怎么样了 黄大哥真的能把鬼子的密码本全都背下来啊 你放心 能背下来 那可是密密麻麻的一整本 怎么可能看一眼就背下来 你说什么呢 那有什么的 我师兄本是大着呢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什么万一啊 你个乌鸦嘴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老胡 华营长的密码本 纵队首长发了电报 纵队首长知道我们获取了新的密码本 就把刚结货鬼子的电报发过来了 让我们马上破译 华营长现在还在默息 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 没问题吧 这你放心 华营长过目不忘的本领 你应该是知道的 只要是他 什么看一眼 都深深地记在脑子里 还真有这种神人哪 我们的人可真是不简单哪 老胡 进屋吧 走 好 好 中村军协助山木特别兄弟队 粉碎了八路的阴谋 功不可没 军部命令晋升中村镇合为少佐 请多关照 诸位 总司令命令我们 在明日扶晓前 到达北乌山北侧的仙人岭 完成对许梢华部的合为 奉天军 到 命令先头部队马上出发 其余各部两小时后出发 一定要在明日扶晓前 到达仙人岭 是 世兄 怎么样了 黄院长 没问题吧 要是错一个马 让许司令把我毙了算了 黄院长你严重了 这是从鬼子那儿截获的情报 你赶快翻译 咱们有了密码本 等你一出来 给纵队送过去 师兄 你饿不饿 我给你弄点吃点 来来来 黄院长 我给你煮了面 电文我来翻译吧 还真是饿了啊 好 那你来翻译 钟姐姐简直就是黄大哥肚子里的蛔虫 连在什么时候饿都知道 钟姑娘做事 一向都很细心的 你走 不说话你快死啊 言多彼是我从口出马 我说做什么了 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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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肯跟着我 我说做什么了 我向你道歉 我不需要你道歉 那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只要你不生气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你变成哑巴 我就不生气 一口一个钟姐姐 她到底哪里好 怎么每个人都那么讨好她 什么肚子里的蛔虫 什么做事体贴细心 她到底什么地方好了 所有人都说她好 我问你话呢 你说呀 你不是让我变成哑巴吗 柳云川 老胡 黄院长 有一大队鬼子正在向东转移 向东 咱们纵队的主力就在北乌山 没错 鬼子去的方向就是北乌山 翻译出来了 叶 神谷将军命你步 于二十七日 扶小前进入北乌山 以北仙人岭 完成对去少华部的包围 司令部于二十八日 凌晨五十开工 请你部做好一切准备 狗日的鬼子 这是想偷偷摸摸 给咱纵队来个大围角 老胡 马上把电报内容 发给纵队首长 好 我马上去 老胡 发完电报以后 把这个密码本 马上送到纵队 好 交给我吧 我派几个人护送你 帮他 不用 我已经派了人 还好吗 谁啊 苏楚桥 苏楚桥 苏大侠 我没见过他 他见过你 他会在村外的河边等你 好 那我去找他 等等 不用了 你只管走你的 他自然会跟着你 好 明白 我走了啊 黄营长 我可真是服了你 你咋啥事都能想到前面呢 你咋啥事都能想到前面呢 凡事多想一步总没有错 铁护 大哥 这次你跟着一起聚 现在山沐肯定次数在找我们 万一苏姑娘一旦被他们发现 你就做好后援 知道该怎么做吧 嗯 铁护 这次你是单独执行任务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 我不是诸葛亮 凡事都能为不先知 你要是碰到事情 牢记一点 随即应变 大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铁护 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我相信你能完成好任务 等老胡他们到了根居地以后 你就和苏姑娘 一起到青岛的大安客栈来找我们 咱们另有任务 好 派第一和第二小队 沿大军前进方向搜索两侧 一定要确保 师团司令部的安全 是 师兄 你派了多少武士区 两组 八个 不够 再派两组过去 向巴鲁根据地方向搜索前进 如果黄明峰不在这里 他一定会去根据地 你一定要注意这一带 你在担心什么 如果黄明峰输了 他会就此罢休吗 他不罢休又能怎么样 他会铤而走险 袭击师团司令部 或者是跟随我军 侦查我军现在的行动 搜索我军的行动意图 有道理 他没拿到密码本 他想掌握我军的意图 必然会跟着我们 我这就去办 他真的没有拿到密码本吗 军队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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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军队下车 important 师父 辛苦了 敬礼 三年未见 我的春夕更加漂亮了 春夕十分想念师父 还习惯吗 这是春夕的 春夕的耻辱 春夕永远不会习惯 钟村君 郑和谨记师父教诲 师父 旅途劳累 请进去吧 好 山牟 这就是你的特别行动队吧 是的 师父 各位 我是百元正雄 初来此地 请多观照 是 师父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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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茶虽然源自中国 但为师认为 日本茶远胜于中国茶 你们认为呢 此茶清香宜人 回味甘甜 是春夕喝过的最好喝的茶 多谢两位爱徒给为师设这个道场 在这里品茶 可以消除多日来的行传之苦啊 师父 黄明峰 铁虎 女妖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死 而且突击队又增加了三个新人 其中一个武功最高强的 名叫兰如剑 他的罪权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而且一根绳镖使得是出神入化 旁门左道不值一提 山牧 你太紧张了 放松一下 陪师父喝茶 师妹 师父远赴中国来协助我们 还带来了十位顶尖高手 你还在担心什么 还是陪师父喝茶吧 不 师父 他们各个武功高强 身怀绝技 特别是那个女妖 她还继承了 那个刘天盛的绣花针 好了 春夕 绣花针和铁头功 我都已经知道了 听起来可怕的东西 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包括我们治理每一个人 还有我带来的十个勇士 都会把绣花针和铁头功 看作是儿戏 师父 阿布 开始吧 杀 师父,你怎么做到的 是磁铁 我的春夕是最聪明的 不错 就是磁铁 果然是上好的磁铁 黄兵 黑暗 虾 怎么样 春夕 你还担心绣花针吗 有了这些磁铁 那些绣花针就是一堆废铁 而且还可以成为我们的武器 对 多谢师父 不过 对于那些没有武功和内力的武士 这些磁铁还是无法保护他们呢 好 你就是拿这些磁铁片 把他们都给包装起来 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好听天由命了 大叔 再便宜点便宜点 谢谢大叔 早上刚上来 大叔 来 青菜 青菜了啊 新鲜的青菜了 热烧饼 刚烙得的热烧饼啊 来吃热烧饼啊 热烧饼 您要烧饼啊 给您烧饼 给您烧饼 半早年 是色色各样的花色 热烧饼 刚出炉的热烧饼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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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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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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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走 走 来 快点 走 走 这里 走 来 进来 快 快 包围这个院子 快 包围 我看看 你 管我 老胡 老胡 老胡